作词曲 绿沙伯 多亚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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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亚 我开始工作 十年开始工作 十年 现在我已经有 这年我已经有 十三年 我们沿着厄瓜多海岸线 行驶四个小时 来到基督山探访制作最顶级巴拿马帽的秘密 只有厄瓜多生长的巴拿马草纤维够长 能够作为巴拿马帽的原料 其中又以上未开业的嫩芝最适合 但是巴拿马草通常生长在不易到达的丛林区 必须要借由驴子才能运回村里 草材刚卸下 老奶奶一家人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先剥开草露出柔软的纤维 一束一束放进炉子烹煮 接着在阳光下晒干 呈现草帽最自然的原色 屋里的妇女也忙碌的工作着 他们一天至少工作八个小时 会靠着软垫跟木头编织帽子 来舒缓九站造成的腰酸背痛 这位高龄九十三岁的奶奶 已经制作了八十年的帽子 还将好手艺传承给女儿跟孙女 跟这个可爱的大家庭告别后 我们继续前往邻近的Pilet村 拜访基督山最好的工匠 Cenovio 他编织一顶巴拿马帽 得花费四到八个月 他用指甲将巴拿马草 撕成细如法丝的纤维 让制作出来的草帽 摸起来就像绸缎 几乎看不出编织的痕迹 想要买到这顶巴拿马帽 必须先预定 等上一年左右的时间 这世代传承的工艺绝对值得等待